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过去十年总和 二 数据显示 2021年风头向5300家中国初创企业投资了1290亿美元 刷新2018年1150亿美元的进入 三 在2013年首次达到4万亿美元后 我国外贸在2021年内连续跨越5万亿 6万亿美元两大台阶 达到6.05万亿美元 这年的外贸增量达到了1.4万亿美元 相当于2005年全年外贸规模 四 商务部1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超1.1万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五 据海关统计 2021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6.05万亿美元 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关口 这些数据怎么看 3.1 说明2021年中国确实干得漂亮 上面所有数据 不论是贸易总额 贸易顺差 贸易增量 外资使用等各方面 几乎都是创进入 这一点连一向喜欢抹黑中国的美国彭博社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都不得不赞叹 称中国为外贸优等生 德国新闻电视台14日评论说 中国在2021年发挥很大作用 让全球供应链基本通常 如果没有中国加大出口 许多国家将面临商品原材料等短缺 通货膨胀会更突出 专家预计 今年中国将继续争取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更大协同效应 世界银行预测 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 2022年增长5.1% 二 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 如上所述 中国2021年一系列的数据都是创记录的 原因不难明白 一方面是全球大危机 控制得好的世界制造中心中国 自然就会成全球生产担当 全球都要从中国进货 外贸大增自然不在话下 另一方面是全球通胀 中国产品的价格自然会水涨船高 这也是中国贸易增长的另因素 同时 由于中国成为了全球大危机下为数不多的绿洲 资本也喜欢进来 其次 则是靠同行的衬托 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 但美国一直都想搞制造业分流 削弱中国制造的全球地位 像越南、印度都被美国视为中国制造的重要备胎 可惜的是 越南和印度深陷大危机 导致美国分流中国制造的洋谋没有成功 反而还让许多海外订单回流到了中国 同行的衬托 确实给中国制造加了不少分 在这个6万亿美元的成绩单里 中美贸易的分量占比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滑 以前 有些媒体经常讲中美夫妻论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中国外贸出口 特别依赖于美国消费来拉动 美国长期占据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的地位 而且因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让中国无法买到美国的高科技设备和核心技术资产 这导致在中美贸易中 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 大家不要觉得贸易顺差大 就是中国的赚得多 在双边贸易中 最完美的状态是 进出口贸易额巨大 而贸易差额无限接近于平衡 可现实是 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中 中国赚到的美元越来越多 输出的却是实打实的商品 这就让中国的美元外费储备不断创造历史 中国拿了这么多美元储备花不出去 没有办法 只好拿去买美债 等于中国把美元储备以及美债的形式返还给美国了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贸易状态 中国赚到的不仅是美元 还包括大量的美债 你想想 如果把美国看作买方 中国看作卖方 中国把货供应给美国 美国一直赚账 赚的账还越来越多 这正常吗 肯定是不正常的 中国的手里的美债越多 中国就越怕美债烂账 因此 每次美国遭遇到经济危机时 都有一群公知 忽悠中国去救美国 他们的核心观点是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美国大而不能倒吗 可是 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大而不能倒的企业 也没有大而不能倒的国家 苏联曾跟美国冷战半个世纪 垮台不就在一瞬间吗 中国要做的不是救美国 而是如何缩小美债的风险 如何降低中美贸易额的权重 如何寻找美国以外的更大市场 做生意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国家之间的贸易也是如此 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 越来越激烈的当下 中国特别需要开拓美国以外的可替代市场 而在2021年的6万亿美元进出口额中 中国所占比例已经从第一名跌落至第三名 第一名是东盟 第二名是欧盟 美国滑落到第三的位置 这意味着以后不要再讲中美夫妻论了 欧盟有4.48亿人口 东盟有6亿人口 合计就有10.48亿 而美国只有3.3亿人口 就消费力而言 欧盟丝毫不弱于美国 而论发展潜力 东盟的经济增速则位居全球前列 中国和欧盟存在强大的产业互补 欧盟跟中国距离遥远 在双方实力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是不存在领土等安全问题争端的 不像俄罗斯 欧盟对其充满了敌意 中欧关系在利益上本质上是中性的 双方最大的冲突 在于意识形态的冲突 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 无非就是打打嘴炮 真正落实到利益上来 欧盟还是很务实的 表面上 欧盟跟着美国一起在舆论上恶心中国 可暗地里 欧盟已经超越了美国 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数据从来不骗人 欧盟在嘴上说不要 可身体还是很诚实 在产业结构中 中国和东盟之间也有巨大的互补性 像东盟主要的是 矿产资源 农富鱼等产品丰富 能够为中国提供充分的原料供应 也能满足中国人多样的消费需求 而中国制造在电子产业方面的优势 又是东盟所不具备的 中国丰富的电子产品 能够输出到东盟 在2021年 中国出口东盟增长最迅猛的 恰恰就是电子产品 包括手机、电脑、耳机、音响、通信设备等 未来中国还能向东盟大量出口汽车 对外贸易的多元化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 当美国对中国挥舞贸易大棒时 中国有了更多的市场选择 经济的一体化 最后走向的是货币的一体化 中日韩就曾大理推进本币结算 却被美国中途打断 未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大宗交易 也很可能绕过美元 推进本币化结算 这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2022年开年 RCEP协议就正式启动了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合作 只会越来越紧密 而在欧盟方面 中欧贸易协定虽然经历了一些磕磕绊 但通过是必然的 一个走陆路 一路向西 一个走水路 一路向东 中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和人民 这样才能真正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新秩序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美国今天想要孤立中国 可最终却只是孤立自己 中国要成为的不是下一个美国 而是光复汉唐之荣耀 携手万邦 走向共同繁荣 苏联经济在最强盛的时候 只占美国经济的41% 可今天 中国经济正在逼近美国经济的80% 6万亿美元进出口额 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它代表的是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一级 中国经济复苏 变得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不只是世界工厂 更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三 一些人该不高兴了 哪些人会不高兴 冷战以老门会不高兴 特朗普 纳瓦罗 博尔顿 蓬佩奥等 昔日特朗普团队 老想玩脱钩 新冷战这一套 包括如今的拜登团队 其实走的还是特朗普那一套 只是招式与技术细节有了变化 这帮冷战以老们 总想带领全世界同中国脱钩 重现昔日冷战胜利的辉煌 中国崩溃论者会不高兴 总有一帮人 他们不断预测着中国崩溃的时间 今年预测明年 明年预测后年 到最后发现 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现在他们又搞出一套新论调 叫中国实力见顶论 认为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消失了 便宣扬这种增长见顶论调 然而 中国2021年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的生意做得更大了 外资更爱来中国了 世界与中国的联系更紧密了 这些东西宛如一个个重重的巴掌 直接拍在了他们的脸上 相信他们这种痴心妄想 还会年复一年的巴望下去 但失望也一定是年复一年 最后 世界应该感到高兴的是 中国崩溃论者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看法是错误的 因为全球化 中国经济崩溃 可能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